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由于受巴以冲突的影响 俄乌战争的消息大为减少 不过,大雄还是整理出来一些重要的消息 先来看看战场方面的消息 加不如有方向,中部战场乌军在科帕尼取得进展 在途中的位置,乌军夺取了500米左右的战壕 从这个攻击位置上看,似乎像包抄南面的科帕尼 如果能拿下科帕尼,等于多开一条通往托克马克的路 47旅今天用无人机,消灭了多辆坦克 维尔博维方向,乌军的AS-90和螃蟹自行火炮 今天一直在轰击 这个版本的态势图更能体现出乌军目前的形势全面进攻 东战场方向,乌军正试图突破泽雷诺普尔亚 以便从东北绕过库尔九米夫卡 大炮击中了俄罗斯阵地 克里米亚方向乌军改装的S-200导弹再次造访 当地人声称发生了爆炸,起了烟雾 乌东方向克里米纳的66旅,最近4天 连续的击毁了俄军25辆坦克 一辆T-90被乌军盯上了,洒烟雾弹 被乌军击毁 普库杨斯克方向向乌俄军再度发动的进攻 这是卢干斯克方向的俄军弹药库 卢干斯克方向俄军的新建训练基地 很明显是训练蟑螂战术用的 想把普库杨斯克变成第二个巴默特 以乌军目前的兵力和装备,蟑螂战术是不管用了 虽然乌东只有CV-90步兵战车 马尼卡方向79旅也在摧毁俄军坦克 巴默特方向92旅消灭了俄军83旅一营长 叫获奇政见 与此同时,乌新、防长视察了巴默特 在A村乌军顶着俄军反攻的情况下 还是取得一定的进展 综合各种信息来看 俄军现在把主力调到扎布洛瑞的中部战场 库布洋斯克也好,巴默特也好 兵力目前都不如扎布洛瑞中部战场 看看,这是澳大利亚的小礼物 大雄觉得可能是鸵鸟蛋 这是足日战果 再来看看战场之外的消息 首先是拜登希望一次通过一项 1000亿美元的援助法案 这样就可以在明年选举前 再不用跟众议院打交道 大雄认为通过的可能性很大 如果这一法案通过下一步 交付F16和远程地对地导弹 就是水到渠成的了 关于新议长 目前看来大概率还得是共和党人 但大概率不是特朗普 麦卡锡因为援武不力下台 特朗普如果做这个议长 拜登就不用这个1000亿元助了 天天申请援武拨款 特朗普同意了是打自己的脸 说明他当总统的亲额政策错了 他要不同意就坐实通额 所以特朗普不会挑这个坑 拜登心里明白 所以他心里也默认选出一个共和党的新议长 最好别跟特朗普一会儿的 他申请这个千亿援助 也是尽量不跟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发生矛盾 当然如果能落实希望 直接交付F16和地对地导弹 关于千亿法案能否通过 大雄认为可以 目前千亿法案除了川普以外都会同意的 北高利继续向大俄运炮弹 目前的巴以冲突 一位乌克兰网友写道 有些人提出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虽有暴行 但是以色列也有暴行 那好 我们结合俄乌战争来看看 俄罗斯对乌克兰军人和平民的诸多暴行 这不必多说了啊 但是乌克兰人是怎么做的 乌克兰有针对俄罗斯的平民吗 有虐待俄罗斯战俘吗 都没有 这么炸俄罗斯本土也都是军事目标 所以乌克兰人对哈马斯的做法十分不认同 乌军炸的黑海舰队司令部 但乌军没有针对平民的袭击啊 加上中东爆发战争 国际油价部长反跌已跌穿90美元 这也是大俄急于在中东搞事情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借阿易冲突分散西方对乌克兰的注意力 大地自己清楚啊 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有多坚决 普京暗中鼓动伊朗 支持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失败 下一步真不好说俄罗斯会不会挑动伊朗 直接对沙特下手了 早在四月份的视频中啊 大雄就提到 俄乌战争美国参战需要四个条件 一俄罗斯消耗殆尽 二稳定中东局势 三国内反恐要加强 四稳定东亚东南亚局势 到现在美国已经做的差不太多了 德国原本以为俄罗斯啊 能够让美国脱不开身 然后在西亚大做文章 没想到老美并没有使太大劲 俄罗斯就打成这样了 眼看美国的奸计要得逞了 没办法 只好动用在西亚的秘密布置了 在这种情况下 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就可以理解了 由于和平太久了 以色列疏忽大意了 以为哈马斯还是以前 中东小国支持的恐怖主义而已啊 哪知道这帮人可是训练有素的 而且武器都不一样了 他们的背后支援 你可不是真的以为是伊朗啊 那可是欧洲大国 所以吃了个爆亏啊 恐怖事件发生后 赶紧给拜登打电话 以色列不是寻求支持 因为美国支持是一定的 也不是要钱要武器 以色列有武器 他是想问问老大怎么办 是大打还是小打 拜登当然告诉他 打是肯定的 但是啊 不要伤及太多无辜 以免破坏美国稳定中东的大计 这次哈马斯的目的啊 就是想让以色列大开杀戒 让阿拉伯人重新燃起 对犹太人怒火 所以这次 以色列不会报复太大 更不可能发动中东战争 但凡如果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 他也愿意 但是这笔账先寄到墙上 等美国战略东移成功之时 秋后算账 俄乌战场上还在僵持 最重要的就是互相的远程打击 就看谁给谁造成伤害的点数最多 哈马斯的突袭 让普京心花怒放 可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啊 俄罗斯还是很危险的 那么美国到底下一步要干什么 咱们下回再说 友情提示 千万不要总是盯着美国的大雪 莫斯科安全最重要 在错误的时机 发动一场错误的 根本打不赢的战争 那就只能愿赌服输 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其实大帝本来就没那么威武 它所谓的武威 都是那些夹头粉们梦幻出来的 而且从近期大帝的言行来看 还很有些瑟利内人 很有些窝囊 至于俄罗斯所谓的战斗民族的光荣称号 也都是那些粉丝们梦幻出来的 即使在二战时期 如果没有漂亮国从军车 武器到箱场 罐头乃至皮靴的巨量援重 能否凭自己的军力 打跑希特勒也是个问题 而通过这场俄乌战争 俄罗斯战斗民族的本色 倒是显露无疑 这里当然没有歧视任何民族的意思 任何民族在保家卫国的时候 都是英勇的 有骨气的 但是 其侵犯别人的时候 应该就不那么理直气壮了 军人也是人 你有最基本的善良与正义 也许 这才是俄军在战场上 不如大地义的根本原因 不管怎么说 和平的曙光在显现 交战双方乃至世界上 所谓的各个负责任的大小国 都应该珍惜这次和平机会 不要再让整个人类担惊受怕的 再把这场可恶的战争停下来 其他地方 不管是心平气和 还是拍桌子瞪眼 慢慢谈 只要没有人扔蛋蛋 来日方场 有的是时间 再次的随 Institute的